歡迎收看今天的動物巫山,我是主持... 不是雪凌 我是雪凌 有華爾 贏者 河馬仔 首先公布的消息,我買了PSV 雪山想炫耀自己有PSV 明白嗎?他想曬給大家看有PSV 上集就講完一部份的新番 我們今天就繼續講完其他的...我們有看過一些 不是,有個特徵,今季羅莉之花 是嗎?很多羅莉 這句我跟他講過,我覺得好像很多羅莉 六球寫,我想就不講了 不是,我發覺現在有個趨向 其實那些動畫開始... 那些所謂的附著型角色 不知道是不是手虛影響 那些下限越來越沒什麼的女 全部都沒什麼節粗可言 我們接下來要講那一套 就是這個...Face的外傳 魔法少女伊莉亞 不算外傳官方用同樣的城市 寫另一個世界故事而已 魔法少女伊莉亞 其實你當得像小英這樣看 我覺得像魔法少女 不是小英 她會收集卡 那些不是古羅卡 那些是階級卡 是階級卡 是階級卡 這套其實以前是太陽漫畫的 現在是漫畫做第二部 故事的意思是第一部完結了 對,應該是動畫製作第一部 故事上第一部 簡單來說就是類似一些... 就是當少許蘇勒坑 故事一開始就... 先不講我們女主角伊莉亞 一開始就已經講到 有兩位魔法師來日本 魔法少女 他們是魔法師 而被魔法像 就會令到他們變成魔法少女 那就是軟版林 應該是一個原創角色 不是 官方設定有這個角色 但非日月故事沒有出過場 即是他設定軟版樓 是非日月故事後 會去了英國讀書 倫敦讀書 這個是同學 而這個故事是被出場 一開始就說他們 為了要收集這個 剛才說的階級卡 但是他們兩個 本來應該是兩個合作的 但是他們兩個 就看大家都是不順眼的 在日本上空 就來了一場魔法少女的大戰 那還沒打完 那支棒就說 其實是還沒打完 因為支棒就嫌他們很麻煩 然後就說 那支什麼棒 那支魔法棒 就嫌他們太麻煩了 兩個打來打去 又不知打到怎樣 又完全沒有合作的意識 兩支魔法師就齊齊背叛了他們 為神器義 氣暗投明 走得去找真正的魔法少女 但是魚人無由 當你的導遊入錯誤的時候 你做這種事是很合理的 其實這個所謂的 自律型的法器 你當是差不多了 幾次 一開始說 輔助他們 當然你說這些 你當搞笑設定 一笑字字 然後就 將兩個主人 就由幾多萬尺的高空裏 解除變身 然後再找新的主人 就讓他們兩個主人 由萬尺的高空裏 到地下 擺明是靠外的 這兩支魔法棒 這兩支魔法棒 他們不換這兩位主人 找哪位主人 就找一個羅里做主人 那我們的女主 就是伊莉亞 就不幸 讓QB找他換 強迫 用各種手電柚 才做魔法少女 就是 他沒有強迫 他也是一個銷售 其實QB有名的 那隻叫Ruby 紅寶石 你不要經常叫QB 行不行 那都是紅色 QB白色 一支紅色 一支藍色 就行了 Wuby 他一開始就 衝進去 伊莉亞的 夾女洗澡 對 夾女洗澡 但是他設定上應該是女 那算 痴女的事很難說 一開始就叫做 想想成為這個魔法少女 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 你一聽這句 我覺得現在是很多作品 都有類似的 即是 即是無論 即是 其實judgeman 那類 你會見到就是很多黑設定 那些 搞到 原本好像是一個秘密 為了這個世界和平而戰 搞到其實 你的partner 其實是想背後捅你一刀 不是 我剛剛說的 漫畫第一部 即是一動畫故事 其實在2017年已經是發學的 其實都幾舊話的 未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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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人 那當然你說 他 我覺得 其實故事都幾 幾玩魔法少女的設定 尤其是 尤其是 他屈 即是開頭 其實就 不想成為魔法少女 然後魔杖 就 用他的推銷手法 就 鵝騙了他 首先就是 拿了他一滴 然後就叫了自己的名字 令他的契約成立了 這些完全是強迫推銷 所謂強迫 軟硬堅 當然 然後你變身 那一刻 魔杖就完全無限 沒錯 就是擺這種姿勢 對了 你果然是很懂 很懂做這個魔法少女 是什麼姿勢 就打著看 然後 然後 軟硬堅 就再次 尹上門 然後 一碰死 他雖然還不常是魔法少女 人家 也是一個魔術師 對 尹上門 就把大家都熟悉的 MASTER的姿勢 你幫我收集 這個 不是 街坑卡 就是街坑卡 這個故事 他的套路 都是說 收集街坑卡 然後很典型 大家都知道 第一集 無口 根本就是 你看第二集 就已經知道 原來他就是 被 藍寶石 另外一支魔杖 選中了的魔法少女 就不知道 是不是有什麼 推銷手法 還是同學 故事 挺大路下的 但是 我這樣看 我覺得 就算 你作為FACE的粉絲 都未必一定喜歡 這套 FACE的粉絲 可能比較喜歡看他 即是 原本非世界線的人 在這個世界線 會有什麼做 你看到阿士 就變成普通的中學生 我覺得這套的記事感 就像 Tate Moon那套 《幻想嘉年華》 一樣 炒炒鬧鬧 高樂向的 例如說 第一集 林文 阿依他就說 好了 我給你一次做 現在就要去收集卡 那個位置 其實就是用 Saber的事了 你是不是我Master 他用到那個位置的佈局 但是 即是你喜歡不喜歡 你看FACE 我不知道 但我看FACE 又不是想看這種類型的東西 所以對我來說 純粹抱著一個 看一下是說什麼的心態 去看第一集 我看過原作飛 你不要用舊的飛進去 這是全新的作品 我知道 但有些人未必會搞亂 你看過以前的四本人是甚麼 這是新的故事 新的設定 但你又不可以放棄一件事 過往就算飛的粉絲 或是Tightmoon的粉絲 有部份的羅里空對於伊莉戈是非常之狂迷 現在被他當女主角的實際上 我也有朋友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有部份人對這套東西都要極度期待 但這畫就很不習慣 不用怕的 漫畫版第一部都是這樣的 是第二是三部才能借回來了 這個不能夠成為你本身好東西做到這麼噁心的理由 我又不覺得他完全是噁心 我覺得他有一點像飛 Extra 那邊的畫風 所以整體而言 跟飛本身武奈那種畫 完全是一種很大的落差 因為他那種畫的 人蜜 就輪廓是比較突出的 因為他用了一些很基本的線條 盡量去刻畫人蜜 亦都是以一個比較 有些比較多角度 即是他的眼睛有時候會起角 那你可能會有一些比較 線條感比較重 但這邊就變成了一些 眼睛很大 大到羅茲威爾 真的很標準 好像看《娜兜霞》那種 大概面相的設定 有一種很大的落差 那我完全覺得 這個是飛的作品來的嗎 那我想 我想 都是說 要是你本身是飛的粉絲 要是你本身對魔法少女 很有興趣的 你又莫名其 我覺得本身是飛的粉絲 應該會走去看空之境界 未那麼快 未那麼快 遲一下再說這件事 慢慢來 不用急 好了 那我們到這裏 補充多一點 就是這個 應該是在接下來的 是飛的 那飛的那本物質 就會出的 但是呢 也都跟這套 面對著同類的狀況就是 如果大家有買過 飛的那本物質 就會覺得 很有飛的感覺 簡單說 就是剛才講過那些東西 但你去了飛的那本物質 就跟這套物質的落差一樣 突然間本物質就 很多顏色 那些人設有 好像奇怪怪那樣 那整個月 完全跟過往 你說是 是 是 這是 補充的資料 這套 我們到這裏 多謝那句 喜歡魔法少女的朋友 就 自欣賞 好 我們去下一套